祝你一乐二 作为一个小朋友 第一 谈电视这么近距离 对眼睛不好 第二 你这个姿势是弄哪样啊 孩子 难道你这样不累吗 论如何在宿舍拍一张好看的证件照 参照我们的技巧你也可以哦 学校宿舍果然是一个创意无限发挥的地方 一早起来发现自己的车子变成了盆栽 不得不说这种感觉还真是很奇妙呢 但是谁能跟我说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作为盆栽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来了这里 自从辣条在零十届的霸主地位确定以后 我就爱上了这种感觉 这样的吃法是不是很霸气 还有谁能像我一样真正用灵魂拥抱它 好可爱呀 好想养啊 瞧你那一上一下的小耳朵 简直是蒙到我的心态里面去了 但是你现在的样子是太傻了 我都快要不认识你了 你已经不是小时候我喜欢的那个小可爱了 当初不是说越长越好看呢 怎么花风就不一样了呢 奇了怪了 今天每个和我打招呼的人都喊我15号 我的名字不是这个号码 大哥 是你背上的毛自带号码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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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cip 5 大